今天双西区牡丹国小全校师生 皆以各国不同的装扮参与活动 从低中高年级的走秀开场 各年级以各国特色舞蹈 文化戏剧动态表演 让活动热闹非凡 就是装各个国家的 一种 算是那个国家会 穿什么样的衣服 或是什么样的 就是动漫之类的吧 就是我们 像我们就是办动漫的 然后还有人介绍越南的 还有夏威夷的 在这一国风味中 学府处将孩子们与心灵导师配对 进行心灵导师拜师活动 孩子们以恭敬的心 请师父收为徒弟 并师徒写下梦想兑现支票 共同为将来而努力 为新的学年立下努力的目标 我的导师是张子轩老师 他就是 是因为我们都会先写 我们想要什么老师 然后我那时候写的是因为 这位老师他的作文很厉害 然后我想要向他学习 所以我才会写这位老师 这个活动真的是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学校本来就有拜师 就是心灵导师的活动 因为我们避免让孩子被认辅的时候 被贴上标签 所以干脆全校每个老师都会认领一个学生 当他的心灵师傅 那今天就结合多元文化 让孩子去认识各国不同的文化 然后他们介绍各种不同的文化 而且还上台练习表达 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心灵导师的进师活动 然后奉茶给老师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牡丹国小透过心灵导师 cosplay 任府活动 将生命教育 国际教育 心灵辅导实践在生活中 牡丹国小的校长 老师们 更以生命牵起生命 发现孩子的专长 让每个孩子能将最好的自己 发光发亮 介绍威 双溪 采访报导